今天我们就很开心来到了东莞工商总会的刘百乐中学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文老师 我是来自东莞工商总会刘百乐中学的 我是叫英语的 想方便问一下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学校吗 我们学校呢是在大回站 从大回站从基础口走三分钟就已经可以到了 回福田跟螺谷的话 做港铁的话都用不掉半个小时 很快很方便 而且呢大回是在港岛的正中心 我们学校呢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用小班教学的 其实小班教学在香港也是蛮流行跟普遍的 但是因为政府有资源嘛 但是呢我们学校额外有更多的资源 我们从这个一级有四班分成了六组就上课 以英文课为例啊 我们在内地我知道很多老师都要同一时间 在同一班教大概四十到五十个同学 对但是在我们学校呢想英语课 刚好我就是一个英文老师 I'm an English teacher 可以跟你说我校的学生呢一般通常小于二十个 完全实现了小班教学的这个模式了 对比方说就是我批改做名的时候 我可以更快一点 学生可以进步的机会就多一点了 另外除了英文之外呢 我们在每一个组合中国语文数学英文 我们都有这个政策的就有小班教学的 在另外的一个亮点呢我们有三位 外子老师你可以看看这个屏幕上面 就是我们有三位 通常普遍的在香港学校呢 政府只会知诸一位 但是我们有三位 就是我所长说我们学校的英语的教学的 竟然比起他的学校多三倍啊 但是他们刚好今天也有来啊 跟他们可以交付一下 我们有Mr.Prentice Hello 你好吗 Hello My name is Darren Prentice 我的名字 Darren Prentice 我会说普通话一天天 可是这里英语的老师 I'm an English teacher here Nice to meet you Bye bye And also we have Mr.Jonathan Hello Hello Nihao Josen and Hello Welcome to Laupak Lock We hope you can join us for our open day On the 6th of January Looking forward to teaching you all next year Bye by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他就跟你们说他很期待见到你们了 在香港我们学校里面 对 想问一下程老师 你们这边是主要想收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学生 我们想要的学生 第一个条件就是品德优良 就是在说成绩之前 我们相信学生的敲行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考虑成绩之前 我们先考虑的是他们的敲行 还有我们想学校里面的所有学生 我们都想他们有求进步的心 除了学生之外 我们想家讲也是有同样的信念 所以我们可以联属是共进 实现这些学生可以进大学 又更好的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着重于学生他哪一些方面的能力呢 那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周生还是插班里面的话呢 流行都是分成两个部分 周生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是会做比试 就是我们会用校内的那一些试卷 比方说这学生要插班到中二的话呢 我们呢就会把校内的试卷 像上个学期的试卷给他们做一遍 就是看看他们的水平到哪里 然后因为我们只要做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会他们设想 因为你知道很多内地同学 其实他的数理水平比香港同学高很多 但是呢同一时间他们的英语水平呢 需要进步的空间是很大 我们就是要看一下他们水平到哪里 有可能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他可能要 如多一个学期的同一个年级 有这么的可能的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他要做一个面试 在面试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单对单的形式的 我们不做这些群体的面试的 对因为我们相信呢 就是在单对单的时候 学生会更愿意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更可以了解学生的那一些性格 还有学习的态度啊 还有学习的习惯等等 就是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他 对我们学校来说 态度就是比学分成绩更重要 就是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学生 对没错 那我之前其实有看到说 你们是有一个小学的 想问一下那个刘百乐小学那边 升去你们的中学会更加容易一点吗 其实呢我们办学团体啊 就是东莞工商总会 就是他们办了两个学校 一所的是小学 一所的是中学 我们两所学校 就是在港铁大回家附近 刚好就是走路的话 出口里面有三分钟就已经到了 对很近 所以呢我们其实两所学校的联系 其实很紧密的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学额的分配的时候 记得我们跟我们的联系学校呢 在中医的收心的时候 我们会预留一定的比例的名额给他们 就是大概我想有20%左右吧 就是会预留名额给他们的